今天我们把这条路给它画悬浮起来 这条路很少有人走 所以咱们今天在这画一画 先画条纸线 那边我们也画条纸线 然后这种方一个口咱们给它 连起来 这位鱼都拍着 现在我们把这个厚度画下 它说画这么多角度 现在我们用黑色 把这个厚度给它画下 画的时候上面颜色重一些 下面颜色浅一些 好就是从重到浅 就慢慢的渐渐过去 我们这边也画下暗波 这边画的时候 这边稍微重一些 因为这个面稍微亮 这个面稍微暗一些 所以咱们把这个线的地方一定要重一些 然后整体往外慢慢画 然后越发越浅颜色 但是这样 这上面这条线也是重一些 下面颜色就浅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段路给它画个油的 然后它全部起来 然后再给它画一下 画的时候也是 离这个段路近的地方去调线 一定要重一些 往外越来越浅颜色 咱就这种随意的滑了就行了 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然后再把钩端给它画一下 把钩端给它画一下 像这样 像这样 这个两个面就彻底分开了 这个面也是 也是要路上 把这个料部画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上面给它画些亮度 这个段路上面 它轻轻的画一下 它有白色 我们把它的高光画一下 颜色稍微重一些 现在我们用路色 把它把这个踩板画一下 要不然光有一个段路啊 下不去 所以咱们画一个踩板 这样啊 大家看到以后啊 就会从踩板走下去了 咱先把踩板涂成 肉色 现在我们把影子画下 这个踩板的影子 好 把我整个样画下就好了 好了 那这幅画画完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呀 有点感觉可以的话 把我捡捡一下 咱现在转下路上 看看他们啊 会不会从踩板上过去啊 哎呦 有点危险啊 好 对 这个